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最佳保障 香港特别行政区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有限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 而国家安全也是关乎香港居民的撤身利益 因此特区政府需要加强忧患意识 做到居安施危 香港在过去一年出现的社会事件 令我们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有更深的体会 去年年中因为反修例而引发的大量暴力事件 挑战香港的法治 危害市民的安全 更加出现了极端化 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 包括自制炸弹 私藏枪械 襲击警务人员等 而在社交媒体上 散播大量的冷血和仇恨言论 令人身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 这些违法活动 如果未能有效压制 将有可能提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层面 因此 特区政府坚定地维护香港自身的安全和稳定 不单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亦都是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在应对这一场重大危机的时候 特区政府一直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坚守一个两制方针 和维护基本法 二是要尊重和维护法治 三是保护香港的制度优势 执法部门和检控机关 会继续严正执法 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宁 让香港恢复为一个安全的城市 国家安全涵盖的范围 亦都是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和金融安全 以至更深更广泛的领域 自本年一月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正直卷全球 引发了前所未见的人类安全危机 亦都突显了区域合作 确保各国安全的重要性 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逢富珍女士 以及食物球卫生局局长 陈肇始教授 分别在过去两年的 国家安全日活动致辞 他们说的就是公共卫生 和国家安全的关系 面对疫情来势洶洶 特区政府一直以迅速应变 严阵以待和公开透明三大原则 应对疫情 由我主持的抗疫督道委员会 企指挥中心 参考专家顾问团的意见 因应疫情的变化而制定 和落实多项防疫抗疫的措施 保障市民的健康 事实上 本港疫情直至到三月中 都是整体稳定 只是有零星本地的个案 然而随着大批香港居民和留学生 从疫情严重的海外地区回来香港 令到输入个案大增 本港疫情再趋严峻 特区政府绝对不会松懈 会继续和市民团结一致 同心抗疫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全方位对外开放 资金自由进出 因此香港的金融市场 好受外围因素影响 随着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进一步互联互通 加上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确保香港金融安全更加显得重要 因为这个不单是关系到香港 也都关系到国家整体金融安全 香港拥有完善的机制 包括稳健的储备 充足的银行流动性 行资有效的联系汇率 严格的风险管理要求 以及公平、透明 并和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等等 有能力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以最近的事件为例 即使国际金融市场 因为疫情和其他国际事件大幅波动 香港的金融系统仍然有序运作 市场对于我们的系统 也都充满信心 要贯彻落实大众维护国家安全 教育、宣传和推广 之为重要 让我们用好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设立的契机 透过特区政府、学校 和各个团体的共同努力 鼓励香港市民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并思考如何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